百集纪录片《记住相愁》在我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以来 在海内外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除拉动传统媒体收视外 还拉高了新媒体的关注 《记住相愁》开播首月 央视网视频的点击数超过878万次 引发微博话题达到1860万个 百集纪录片《记住相愁》 由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组织40个设置组 奔赴全国100多个传统村落 围绕中校勤俭连 仁义理智信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用镜头记录下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今天召开的《记住相愁》第一季研讨会上 来自中宣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 以及理论界 文艺界 新闻界专家 学者 对纪录片给予高度评价 据介绍《记住相愁》首轮60节节目播出结束后 还将在我台记录频道 及各省级卫视进行第二轮播出 我台综合频道也将选拨部分精彩章节 那么第二季呢 我们依然也会以这个古村落 作为具体的载体 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核心 以继续聚焦于这个传统村落当中的人和人的故事 然后来共同继续完成我们记住相愁 这个节目在当代的这种使命感 我们下期待会议大家的节目 我们下期待会议的节目